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芝芝 你好 你好 江医生 我们今天谈谈关于关子自换手术 实在我知道在香港来说 有很多人排队等做这些手术 那我也不约 我都等了成 现在算上来五年了 四年多五年了 因为一开始觉得 膝头鞋为什么会这么痛 尤其是下楼梯 而且走路有时走着走着 结果走着走着 现在两只脚都痛 我常常埋怨自己 会不会年轻时 穿高跟鞋穿得多 尤其是导演说 你要从这里走到那里 或者跑 我都照做 用得多就磨损 穿高跟鞋其实也有关系 有一天下班 出事就是脚一声 很痛 抬都抬不动 想回车 开车走 脚想抬上车都不行 就立刻叫救护车来 救护车 就在TVB车去将军澳医院 他一照 他说 我想你应该留下开刀 我说不行 我将来还要拍摄 我不行 我不可以开刀 不可以开刀 我翌日就出院 听说上膏又铁 下面又铁 铁了之后 才换金属 还有听见朋友说 六四 好的机会是六 有四成是不好的 我的情形就是他照X-ray 就说前面那里剩下一个mm 所以就是说 骨头撞骨头会很痛 但是做完手术之后 我真的只是 那个伤口我不觉得痛 只是旁边 有没有物理治疗师来帮你呢 那当然有 做手术之前去上课 那之后呢 就要安排你回到医院那里做物理治疗 问题就是说 每次去做物理治疗的时候 很多人的 每一次去都要做六种机器 是日日做的 一个星期做两次 做两次 做两次 不过另外呢 就是 我就是去另外的私人的人山休社 叫做 就是有一个专门的物理治疗师 就是帮我人手做一些伸展 以及做一些电疗 那你挺努力的 那我变成了一个星期做四次 所以我恢复的情形是很好 所以政府医院都觉得 为什么你会好得这么快 是 真的开刀那一刻 你告诉别人 两个小时就完成 但是之后的康复的路 是会比较长 要努力的 所以物理治疗要做得很好 好就好在 因为物理治疗师跟我说 我拍着给你看 你走的姿势就是 你执重了你整个人的重心 你的脚 去了一只 未曾做手术的脚 那你便变了 有点歪了过来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去政府医院 太多人了 它不会这么细心 看到你走路的姿势 需要怎样改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还有上楼梯是有一个秘诀的 是 还有下楼梯 是 上楼梯的时候要用一只好脚 下楼梯要用一只 就是做手术的脚 是的 它有一个口号 要我们记住的 就是说 好人就上天堂 就是好那只脚就先走 坏人就落地獄 坏那只脚就落地獄 即是第一步落 很容易寄的 是的 很容易寄的 所以我去到楼梯后 停一停 我现在要下楼梯 这个坏的脚我要先下楼梯 就是要这样 那我就告诉别人 尤其是我的病人 不要怕做手术 没错 因为现在手术的确是非常之 又安全 又安全 技术又好 是的 又有其他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 叫做机械秘帮来做事 好多谢江医生 你给了这么多 就是医学上的知识给我 亦都给大家多些信心 就是有些什么事 都是信拿医生好一点 好 我们下次再聊 听过 好的 好啊